8月20日,到了市场报价利率新的窗口期 根据央行发出的公告来看 一年期、五年期的利率依旧保持不变 当然,这都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其实在周一,央行宣布中期借贷一年期的利率保持不变之后 大家就知道,8月20日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市场报价利率没有降 但另一边却传来了最高人民法院降息的消息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最高法院也能降息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这个规定里,把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 从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 变更为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所谓两线三区,是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8月出台的司法解释 其具体含义是,在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时 划定了年利率24%和年利率36%这两条线 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借贷利率低于24% 就属于司法保护区,法律会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超过36%的年利率,属于无效区 那么,借款人可以拒绝偿付超过36%的那部分钱 法院也会支持 如果借款人支付了超过36%利率的钱 并反悔要求归还,法院也同样支持 如果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4%到36%之间,为自然债务区 如果借款人不还钱,债权人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保护,法院不会保护 但是借款人,愿意自动履行协议 支付了,约定的利息,法院也不反对 如果借款人,已经偿还了这部分利息 之后,又反悔要求偿还 法院同样会驳回 取消了以24%、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规定后 新的红线,被最高人民法院划在了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央行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为3.85% 四倍,就是15.4% 也就是说,以后民间借贷,只有一条线了 它是浮动的,目前,是15.4% 如果你想借钱给别人 想约定利率,又不想违法 只能写明为,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24%的合法红线,一下子降低到了15.4% 降低了近36%,或者相当于860个基点 而央行每次降息,最多是20个基点 有时候,甚至只有10个基点 跟最高人民法院的力度,简直无法相比 那么问题来了,最高人民法院为何大力度降息 它将产生什么影响 之所以大力度降息 目前来看,其目的大概有两个 第一,当然是为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一直以来,国企和大型企业都是银行眼中的高富帅 占据着大量的信贷资源 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就是矮挫穷 普遍借钱难,借钱贵 从而催生出大量的民间借贷 很多中小企业没办法在银行借到钱 又需要周转怎么办 就会投入民间借贷的怀抱 其实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对国内的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金融就像一把双刃剑 实体有困难,可以为实体输送血液 但过高的利率,又会让企业血上加霜 现在这条红线的划定 也会降低整个社会对于利率水准的预期 之前24%的利息上限,还是2015年初的规定 2015年,是什么样子的? 当年银行贷款利率,6%左右 余额宝也有,4%-5% P2P没有12%,基本没多少人会有兴趣 18个点的理财,比比皆是 在当时,高利息的情况下 法律保护,24%以下的借贷,也还算正常的 但是现在,5年过去了 余额宝的利息,只有1.4% 银行市场报价利率,只有3.85% 当时看上去,还算正常的24% 慢慢变得不切实际,变成了实质上的高利贷 十一事宜,这时候,法律和司法解释 肯定要做出改变 而改变的前台词,其实就是 经济下行,再加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就别再老想着,过去那种高额的利息收益了 而且借了,也不一定要的回来 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的项目,将会越来越少 借贷双方,都要理智一点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院的正式解释是 为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 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另外,在新闻发布会上 最高院还透露,最近几年 每年都有200万起民间借贷纠纷 最终告到了法院 法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 降低民间借贷的合法红线 也可以把一批热衷于放贷的钱 挤到资本市场里去 这一点,最高院没有明说 但事实上,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15.4%的年利率 比24%低了很多 如果超过,则不合法,没有保障 这时候,肯定会有一部分谨慎的钱 转而流向股市 而这,正是当前政府愿意看到的 借贷的模式,是债权债务的关系 借的每一分钱,都会增加 社会上的债务规模,累积风险 但如果买股票,则是所有权关系 企业经营好了,获得巨大收益 企业经营差了,也可能会亏损本金 最终形成共存共融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利度更大一些 比如降低到一年期利率的三倍 岂不是会有更多资金被挤出来 投入到股市吗 其实不然,很多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如下解释 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 信贷供给出现紧缺 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 二是,民间借贷,会从地上转向地下 地下钱庄,银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 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 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 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这就好比国家开征房地产税和弃税 如果把税率定得非常高,不交就不允许房屋过户 其结果,必定是民间私下交易,房子都不过户了 最终几十年下来,全国房产交易必然会陷入混乱 很多房子倒手多次,但都没有合法手续 最后不仅政府收不到税,民间还会产生很多混乱 不要以为这不会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 如果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太低 一定是乱象频出,各种地下交易丛生 而这种教训,在几年前就有过 还不用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 还有一点,调低了法定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 能解决裸贷、高利贷的问题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百分之十五点四 还是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三十六 罗代,高射炮,砍头戚的这些公司,根本看不上 因为这些利率,太低了 他们基本是,动辄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的,年化利率 未来地下高利贷,地下钱庄是否会更加盛行 我们无法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安部门,监管部门有责任 永远都有责任 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有 至于真需要钱的个体,中小微企业是否能融到资 这需要管理层做出更多的努力 但不变的是 第一,全世界中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是普遍的现象 第二,如果一个个体也好 中小微企业也罢 都接受,百分之三十六以上 甚至百分之一百以上的,超级高利息了 那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已经死路一条 干什么生意,能赚回这么多的利润 这样借钱,本身就是往绝路上走 第三,个体或中小微企业 能不能借到钱 能不能借到,不算太贵的钱 自己也有因素 因为这和,是否被人信任 自己的信用,日常关系,行业前景,有很大关系 非要借不适合自己,自己承受不了的钱 那么后果,必然是悲剧的